大家早上 今天是3月12日 星期二 股市仍然是整高不前 不過恆生指數一直在貼近今個月的高位的左近 簡單說 技術上是屬於一個玉士頂的形態 待會再做分析 我們先看看今天的市況 昨天恆子早市先是高開63點到16,416點 這也是日中的低位 之後一度的追捧 指數曾經一度高見 16,625點 相對早日來說是升了272點 但是高台買本是有些保守 但是沽額又不是那麼大 整個市房一直拉他在16,500點坐的水平 恆子最後收到16,587點 相對早日來說是升了234點 成交金額是929億 好了 看看昨天的市況 不論日中的高位 或者以收時指數計 距離今個月的高位都是很近的 首先大家要明白 三月份的股市 暫時來說 最高是1號的16,651 最低是5號的16,095 一個月的高低位不可能同時出現在三個交易天之內 但不知556點波幅也是小的 不能夠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簡單說 指數如果不跌穿16,095 一定會突破16,651 進一步向上穩 今個月的高位 以照昨天的情況來說 這個機會很高 好了 如果一旦突破16,651 下一個目標 第一個應該是23號的高位16,895 因為這個是整個反彈市的最高位 一旦突破了 市就出現日浪高日浪的形態 會再進一步向上穩 整個反彈的高位 目標應該是直至今年1月2號的高位17,135點 到底市可以反彈多少呢 應該會作分析 但有一點我想指出的就是 由今年1月22號的低位14,794點的反彈 這個是中期的反彈 6到8個星期其實很正常 1月20號的反彈 怎樣都去到3月份的中下旬 就是說 由今天開始到月底前 應該由今個月的高位 甚至今個季度的高位 因為一個季度的高位和低位 很少同時出現在一個月份 因為今年是由1月2號的17,135點 跌到1月22日的14,794點 如果你說市突破了17,794點 即是說1萬7,135點 即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今個季度的股市 將會扭轉成為先帝後高 當之有利後市再進一步的發展 但說到尾 總是紅市三期的反彈 只不過反彈的周期長一點 反彈的目標高一點 不會說是重展新的聲浪 股市是走在經濟的前頭 如果三個月半年後 經濟是很好的、漂亮的 現在股市應該就不斷上升 反過來 三個月、六個月的經濟 仍然是不行的話 現在股市的上升 即是技術上的反彈 即是叫做後秋 這個大家要明白 好了 剛才提到 到底整個反彈的目標是多少呢 那就要計算了 因為中期的跌浪的氣暴點是去年1月27的22,700 一直跌到今年1月22日的14,794 跌到7,906點 反彈三分之一 就已經可以去到17,428 即是說現在我們矮仔上學看 第一個目標是16,895 第二個是17,135 第三個是17,428 相對於現在來說 都是一千幾百點的幅度 那什麼股份升 我想是落後藍籌會拔浸的了 包括騰訊 包括巴巴 還有就是友邦 因為騰訊和巴巴各佔行資成分8% 巴巴都佔7.17% 其實這三個行資成分股 行資裡面已經佔了23.17% 可能去到後一個階段 就能讓這三個走回到浸上去 所以短炒的話 留意這三個 好了 早期分析 我就說到這裡